为了解决停车位不足的问题 北市府有规定 只要建商增色奖励停车位 就可以换取更高的楼层龙基 不过却有建商把原本规划 要设置停车位的面积 改建成了豪宅社区中的交易厅 卡拉OK室等等的公共设施 市府查到了 却要求住户要恢复原状 一经交务的建商 没有事情让民众欺诈了 你买的时候 你评估它整体的环境 结果现在你收到的 我们建管处的还来了 这些环境你通通要把我恢复原状 花了大品金钱 买下拥有交易厅卡拉OK式的豪宅 如今却可能变成一场空 想必认谁都会很生气 原因的真结点就在于 为了解决民众难停车的问题 台北市建筑法规规定 只要建商多化至停车阁 就能换取容积 但却有不肖建商 偷偷将这些原本规划成停车阁的面积 改建成交易厅等气派的公共设施 如今被市府查到 却开罚管委会和住户 建商却没有责任 要住户怎能接受 台北市是建设公司的天堂吗 当它违规使用 当它赚保之后 它拍拍屁股一走了之 以为依照建筑法 罚6至30万 还是管理文会要负责去回复 北市府清查三个多月以来 已经发现至少近40栋豪宅 都有类似问题 当初把关不立 现在却就责民众 肥了建烧 要小老百姓怎么武器 您好 我是东森房屋经理人 林建宏 我有许多客户在找房子 如果您有意愿出售 欢迎随时跟我联络 随传随到 东森房屋林建宏 0933 049018 诚实市场调查 让您掌握行情价格 首创LED字幕机车 创意行销 积极寻找客户 东森房屋林建宏